掌聲 歡迎 陳寧久 大家好 我是熊妹們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一個非常喜氣的 一個特別企劃的影片呢 就是 我的經紀人 Uni 今天要結婚 在3月14號情人節結婚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也特別準備了一個驚喜給他 因為 Uni 跟我說 他最喜歡的偶像 有兩個 一個是王家兒 然後呢 一個是陳寧久 因為王家兒在中國啊 我比較不熟 但是呢 我特地的邀請到陳寧久 來到現場 替他的婚禮唱歌 就是邀請他的偶像 來他的婚禮唱歌 那完全保密 我從頭到尾只有跟他的老公溝通 都沒有讓 Uni 知道 所以呢 我們這支影片就要記錄說 我待會支持 支持完之後 寧久就會出來唱歌 然後我們看一下 Uni 的反應如何 待會見 好久不見 感謝你這樣幫忙 09跑很多校園場的演唱 那婚禮你有唱過嗎 有啊 也是有啊 也是有唱過 所以你駕親就熟 要看台下那個 High 其實我覺得婚禮場跟尾牙 有一些異曲同工之妙 我剛剛有確認過眼神 都是那個年齡層 我覺得很多是你粉絲 好 那可以 不管怎麼樣 至少我會幫你尖叫 好 然後新娘應該也會幫你尖叫 好 OK 會有兩個人尖叫 好 好 那待會兒 結果等我支持完 我會Cue你 然後門打開 就是你的時間喔 好 OK OK 好 各位我們現在偷偷看一下新娘 新娘不知道 她的偶像就在隔壁休息 可以直接進去吧 izations A 我想太多 所以你覺得我真的會講到整齡酒就對了 沒有啦 我有努力過啦 我努力過 不然新婚一週年時 看會bery 好 好,我現在終於看到新娘 還有新娘 有請我們的酒妹 恭喜耶 哇,要結婚了,太好了 品銅是我的經紀人嘛 那正常廠商最近都打掉給他 那這禮拜品銅手機都關機 廠商的地方都直接打給我 我就說,我經紀人要結婚,你再等等 好不好 那非常開心啦 因為我跟品銅認識非常 也沒有到很多年,大概五六年有 然後以前呢,品銅也是在一間 這個遊戲公司上班 然後以前她是我的老闆 因為她發工作給我 我們要主持一個手遊的節目 手遊的直播節目 然後在這個合作的過程當中 我就發現說其實品銅是一個 非常有能力的女生 她很多事情大大小小 她都會包辦到好 甚至很多不是 就是屬於她應該要做的事情 她也會主動的問我啊,什麼要做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她能力很好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她也跟我說她交了一個男朋友 叫做小馬 然後就是未來的老公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她要交一個新的男朋友 然後怎麼樣 我就欸欸欸 我就說照片怎麼樣拿來看一下 然後她就說很帥 我就心裡想說啊,怎麼可能 是有我帥嗎 結果真的還滿帥 真的滿帥 剛剛走進來 我還以為是什麼韓星走進來 正融合 正融合 真的不得了 你知道帥到什麼程度呢 因為我們有很多通告 偶爾會跟一些很帥的藝人合作 像我們之前跟王陽明拍片啊 跟那個周星澤拍片 我就跟UNI講說 欸,我要跟帥哥拍片欸 要不要過來現場拍照打卡一下 她說不要啦 又沒有我老公帥 對 但是,還是有些人會讓你心動 你知道嗎 就是我說偶像 王嘉爾 她說她最喜歡王嘉爾跟陳琳九嘛 然後呢 UNI有說她的這個 人生願望 就是除了結婚之外呢 希望她婚禮 陳琳九可以來現場唱歌 所以讓我們掌聲 歡迎 陳琳九 耶 真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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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你 對 你 呀 你 沒有 你可以 我 說說的就是我的 最遺憾 哇 帥帥帥 欸 現場唱得很好欸 真的真的 我每次敲零酒來 都要逼他唱歌 他可能越來越討厭我 他哭到不行欸 你簽訂還要嫁給他嗎 最後喔 最後喔 我都偷偷跟小馬聯絡說 因為我是跟老公聯絡 我就說我要請UNI的偶像來現場唱歌 然後零酒真的是也很夠義氣啊 百忙之中抽空 來到這個我們的現場 可以 可以啦 這個運換完成 可以沒有遺憾的嫁了啦 好不好 嫁很好 阿不過 還有王家耳啊 還有王家耳啊 王家耳啊 他現在隔離啦 對啦 他在 我們努力 我們一週年看有沒有機會 好不好 不過這個 因為我想說既然092來到現場 怎麼了 要多熬你唱一點 還要再 因為你剛剛唱的是這個愛情的歌嗎 很喜悉 對 其實其實剛才我那個是 算是為婚禮而寫的 為婚禮而寫的 就是希望可以好的照顧 對對對 好 那這個 因為晚上嘛 晚一點他們也是要幹大事的 OK 不如帶來一首 晚上要幹大事的歌 好不好 來 來 天黑請閉眼 來 天黑請閉眼 來 卻想屬你 全場的難免 別這麼緊對 你好沒發言 那些語言 都成了虧欠 都不能回 哇 好好聽 好好聽 天黑要加油 好不好 掌聲再次謝謝我們的鈴酒 謝謝 謝謝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感想 我會為你賣蜜老闆 加油 好 各位 這個特別企劃算是圓滿的完成了 真的非常感謝鈴酒 然後呢 百忙當中抽空來到現場 然後看到YUNI這樣結婚 其實YUNI進場的時候就蠻想哭的 只是要忍住 因為我知道待會兒還要上去致辭 那能夠幫自己身邊的夥伴 然後準備一些小驚喜 是我覺得我自己做這一行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包括了之前莎莉 然後現在YUNI 所以呢 我覺得他們也很常給我準備驚喜 我覺得大家都互相 好不好 所以呢 再次恭喜我們的新娘 我們的新人 YUNI還有小馬 勇於愛和 早生貴子 好不好 如果懷孕的話 早點跟我講 讓我有心理準備 好不好 OK的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